9月3号早餐 这个凤梨好像很过熟 就是孔雀饼干配那个台糖的白屋宝 狗是人类的好朋友 这是遛狗时间 昨天那个爷爷应该也要带他的狗来这种地方 好可爱喔 要给他毛修到毛茸茸这样子 另外这狗好像比较老 很喘喔 你很喘啊 另外这狗走路乖乖的 他就是老了 是啊 对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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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好 我先把整个人搭在 中间那里 有吗 有吗 看看这边 就是这个 跑的很辛苦 那个小狗 那个小狗就跟着它跑 那个小狗 不是的 那个 还是什么 前面那个 这只鸭好像挺漂亮的 白色的 白色的尾巴 快点过马路 有紧张吗 游的很快 它游去哪里 它的路线有两条这样 对啊划出了这个很漂亮的线 因为它游的很快 它游去哪里 又上岸啊 它的杆子去哪里 找不上它头上 杆子去哪 杆子去哪 黑鸭鸭的 它在找它的孩子是吗 它刚刚叫了一声 它刚刚游 好不容易游过去 现在又要游去哪里 它真的是在找人呢 找它的伴 它在找 它在找 在哪 找它孩子是吗 它老公还是老婆 老公吧 老公吧 它是这个两千块新币 不知道两千块美金 说错了 两千块美金你看有多贵啊 它是台风在附近的这个云 就是长这样 是目前还没有直接 因为好像影响到高雄 是吗 哪一只 这边 身体有点白 在哪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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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没有啊 然后你要跟我讲在什么位置 站在树 树枝上 但是我还是看不到 看不到 皮脱了 对啊可能脱皮了吧 所以才特别白 可以关了 我也是准备睡一觉 哈哈